我今天在看我外甥玩这个 这个超火王 它那是杂交版的植物大战僵尸 就是它各种植物是可以组合搭配起来 现在这个植物大战僵尸都被它们玩出花来了 然后这个礼物盒是随机的 不过玩的比较少了 不太会玩 里面有什么配方可以各种组合搭配 另外像这种普通的是100 然后这种卡我不太确定它是有什么特殊效果吗 还是说只是贵一点 让你多一个冷却时间 就是你可以发育的更快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最开始它实际上只有一个向日葵 这个太阳花跟这个豌豆射手 但是它们两个如果放在一起的话 就可以变成太阳花豌豆射手 就它打到敌人的话 它是可以有那个的 有钱的啦 当然你也是可以有其他组合的 像这个太阳花如果加上樱桃炸弹的话 会变成光 直接爆炸还会给你钱 不过这个比较浪费一点 还可以有这种土豆地雷 我看它长出来是怎么样 我们都来试试看 然后太阳花加上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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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果墙 它就长吃饭了 跟那个火急似的 还有啥呢 太阳花加上 这个食人花也可以 不过这个食人花最好在前排一点 好的 我来试试看 不过它有个功能 你是可以把它移动到前排去的 我直接移动到这边 给它吃掉 吃掉有什么效果吗 没有 我前面挡一下 来个豌豆射手在后面好了 就有很多的 不过咱们也是有图鉴可以看的 我这边搞的乱七八糟的 我们去看一下图鉴 不过我现在解锁的很少 也不是我解锁的 都是我外甥解锁的 它今天在玩 像这个豌豆射手 你看就这么多种类 可能后面的种类会更多 我目前只解锁了这几种 像这个是双发 两个豌豆射手就有了 然后呢 这个就是跟限制葵杂交起来 它打到僵尸的话 会掉落五个阳光 还有樱桃炸弹 组合起来的话 伤害会更高吗 好像会爆炸 还有豌豆尖过墙呢 可以发射迷你的豌豆 并且无限穿透 这个就挺好的 土豆地雷 死完时会爆炸 并向四周发射36个子弹 还有这个豌豆大嘴花 通下殭尸后 持续吐出伤害为70 无限穿透的子弹 这也好 我能不能这样子一排一排 全都给它种满 我来试试看 等一下 好我们挑战一波 来一下第八关 这是我小外甥玩 剩下的 这里面尖身内的奇形怪状的 我们把这些都给它选上 当然你可以选择上一次的 如果我比较习惯 把这个太阳花放在前面一点 来一起摇滚 并且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时间减速 你看这里的话 时间就会变得很慢 如果你按一下3的话 OK 这边100的 我们也可以先给它放下去 这样子阳光回的会更快一点 好的 我们在前排 种满豌豆射手 等一下给它组合搭配一下 看看怎么样合适一点 不过似乎有一些新的配方 它是需要那种 就是需要你去挑战才可以 通过那个挑战 就会有更厉害的东西出现 这土豆地雷随便种种吧 这边等一下可以稍微防御一下 我们前期还是先发展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玩了 上次我们玩的那个宝宝版 也是稍微玩一下了 这里面很多技巧什么的 我都忘记了 好的 我们搞一个双发射首先 它这里面的阳光 它是会自动拾取的 这点还挺好的 另外看一下 你看这个慢放 如果你后期东西表多 操作不过来的话 可以慢放一下 这点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 而且它是可以移动植物的 就是后期 你需要通过移动植物 来给它组合起来 就是它可以更高级的组合 前面翻个坚果 先稍微顶一下吧 这些我觉得比较难打一点 这边随便来个地料 顶不顶得猪啊 哥们 这边顶不住 我等一下用樱桃炸弹 好像不太行 好像不太行 那直接炸了吧 它吃进来 我这个双发射手 给它吃掉 也挺麻烦的 我现在好几个双发射手了 太阳发都是两个了 已经 你小子 直接给你来一口 我来个啥好呢 来个阳光吧 这个这个 巷子奎坚果枪 会更厉害一点 然后啊 就是这个移动的话 你看 我两个双发移动到一起的话 就变成这个机关签射手了 等一下机关签射手呢 给它放一个樱桃 就会变成更厉害了 这好像是隐藏的吧 我也不太确定了 反正不是我结束了 总之是挺厉害的 你看 它射出去 现在是爱心 我们可以放慢一点 看看 这爱心还是挺可爱的 另外实际上坚果墙 它是可以 还有更高级的 不过这个 只能在旅行模式当中使用 有一些是这样的 坚果加樱桃会怎么 直接爆炸 变成红色的樱桃了 我们这一排呢 就搞各种奇形怪传的坚果给它 我这里需要那个 等一下 把下面的移动上去 来 再来个樱桃 给它碰一下 它就变得很厉害了 我们目前最好的 最厉害的 好像只有这个了 因为没有去解锁配方了 等一下 这里的话 我得来一个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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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吧 给它升级一下 不然它就没了 我们这一排全都搞各种 奇形怪传的坚果 来 来个土 这个好阴险 就眼神看着很恐怖的样子 还有食人花的 生花饭上面吧 它也是会吐坚果 我能给它回血吗 不是正常来说 可以给它丢个这个回血的吗 它回不了 回不了那也没办法了 我这里防御力比较弱 后面开始紧张起来的 等一下 我这边稍微调整 都让它变成这样子好了 后排我就放各种 奇形怪传的食人花 在后面吃 等一下这一排呢 再换点其他的东西 OK 很多东西还是要冷却了 这里坚果的话 已经五种了 是吧 它不知道有几种 反正这五种 挺齐全的 已经 看着各种奇形怪传的 这是不能维修它了 我已经有开始这种了 这个怎么还没长出来 后面这个食人花都被打掉了 它这个土豆配合上 这个都需要成长才可以的 不然一直窝在地上的 好好好 这边赶紧给它升级 过来 OK 那我就差一个了 这个实际上挺贵的 我也不着急 300 顶住顶住 这个是跟什么组合 我有点问题 哦 樱桃炸弹 来 给它炸一下 OK 来 150的樱桃炸弹 给它变了 后排如果有一排这个的话 应该就可以顶得住的前期 这个是不会长大吗 土豆坚果 好像就是这么大而已 可能就是不会长大了 我给这个 放下面吧 上面的话 我放一点其他类型的 太阳花 这样子一排放过来 后面一排食人花 OK 这里也有了 中间这边 来 还插一个樱桃炸弹 这个300块好了 我们现在潜艇多了 就抓紧时间冷却就行了 OK 丢上去 一排了 那现在应该可以稳住了 我现在要搞第二排 食人花加食人花 好像是不能组合 那我这样子 中间是樱桃炸弹 哦 它会炸一下 这里是坚果 上面呢 是土豆食人花 就各种奇形怪状的 这里给它惨了吧 这里 这边似乎也没什么好惨 另外呢 我们实际上可以看一下 礼物里面有什么东西 它有时候会出现一些 奇形怪状的东西 不过怎么是坚果 后排可以种土豆 都给它种蚂兔头 另外坚果加坚果呢 它是会那个的 我这两个坚果 这个坚果快没了 我给它滚一下 看看 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坚果 不过这个好硬啊 根本推不掉 而且还有这个 怪物打下来的东西 你是可以放在上面的 它变成头盔了 哇 这一排的这个食人花 好凶猛 中间这个 好像有个苹果 樱桃食人花 不应该是苹果 土豆 OK 土豆就满了 土豆这边的话 也是可以合成吧 太阳花土豆 来一个 它有没有长大 这个豌豆 土豆 还有这个土豆 哦 这个是直接爆炸的 它会炸一圈出来的 坚果土豆 食人花土豆 食人花土豆上面 已经有了 那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组合都没有啊 应该还是有挺多的吧 这边来一个 看看是什么玩意啊 哦 莫瓜耶 莫瓜可以跟土豆吗 不行 这些没有出现过的 就是不是我们解锁的 它是不能那个 是不能组合的 那咱们前排的话 再放一些坚果吧 就把这些头盔带上 头盔带上 它就变得很硬了 这些也是不能够组合的 就还是要我们配 哎呀 上面那个没了 就还是要我们自己搞出配方才给了 下面这个是什么玩意啊 完了完了完了 哥们 救命啊 这里被打光了 可恶 这边必须来一个比较硬的才行 这边是豌豆射手是吧 嘴巴比较长的 秒杀的 下面防御力还是有点薄弱 坚果墙还是至关重要 我觉得还是这个铁桶坚果最厉害 铁桶坚果看着就很硬啊 其他的这些不行 花里胡哨的各种一大堆 都不太行的感觉 哎呦 这里竟然有个火炬 火炬我怎么感觉 不是这个游戏里面的火炬啊 怎么看着怪怪的 怎么感觉哪里坚果呢 呦 这里跳了一下 给它吃掉了 铁桶还有吗 铁桶它也是有概率掉的 并不是说百分之百掉 土豆加土豆是什么 土豆不能加土豆 又来了一个 铁桶好 这万一射过去没用啊 不然这个子弹本来是会燃烧的嘛 也不知道它有干 它有什么用啊 给它们两个调换一下位置 可以不行 就让它被吃掉好了 OK 这个可以移动到前面去 给你吃 后排呢 再放一个 豌豆的吧 还是 换一个太阳花的 这个可以维修吗 它快没了 我先铁桶给它 铁桶可以给它增加生命值 这还行 我感觉顶不太住了 怎么回事啊 不过问题不是很大了 我可以 试个太阳花吗 不行 都给它铲了 我现在钱超多 后面没有用 快捷键1 OK 速度放慢一点 我后面呢 再种一点 其他东西吧 就各种组合搭配 这个 加上这个 OK 等一下种一排 奇形怪传的 豌豆射手出来 这边 这里又没了 有 铁桶 铁桶消失了 它是有时间的 直接给它炸了吧 这个炸的范围还是挺大的 这个爆炸也是有点用的 再来个 土豆射手 OK 再来一个 坚果射手 然后呢 再来一个 食人花射手 食人花射手的话 好像要吃才行 它如果不吃的话 它是不会土东西出来的 就它吃了哪些 结然是 就会把它周深团扔出来 那不过目前问题不大了 还是可以顶着住的 还是蛮轻松的 就是种类呢 现在稍稍少了一点 给它们稍微回点血 我希望有更多的种类来 可能是要我们不断的玩下去之后 有更多的植物 它相当于多了一种植物 之后就多了很多搭配 因为植物会越来越多嘛 后面的搭配呢 也就越来越多了 就它们搞这个还是实际上还蛮辛苦的 就这里面的植物实际上挺多的 我觉得 不过也是要我们慢慢去解锁才行 好了 一大波殭尸正在接近 这是这个游戏最大的骗局 根本没有大波殭尸 这个游戏 哇 这一关好贴啊 我们全都是叮叮当当的 一直在响 哎 铁桶 铁桶没了 它好像还有会掉其他东西的 樱桃不能直接加樱桃 樱桃丢下去就直接炸了 不行不行 樱桃不能加樱桃 我还想加两个樱桃呢 下面被吃了 下面这里的话 OK 搞定了 好 一个奖杯 看看解锁了什么东西 没有解锁东西啊 可恶 让我看看 还是这几个 哦 有一个 75的高坚果 它的配方怎么是自己呢 就相当于给它回血是吧 如果坚果扔到这个高坚果里面 它是没有其他配方的 不能跟其他东西组合 这就不是很好 但是它是紫卡 猪大山僵尸里面卡也分等级嘛 还有这种橄榄呢 高坚果加橄榄帽 哦 不过呢 这也需要我们去挑战才行 好像啊 我去挑战这边看一下啊 有好多页挑战啊 如果你想要有这种东西的话 就必须得要 嗯 把这些挑战解锁了才行 像这个超级樱桃射手 这个就很厉害 但是呢 你必须得把他们都挑战了才行 回去挑战第一个 看能不能把这个超级樱桃射手给它解锁 它会炮炸 这个超强了 就范围伤害啊 来 咱们试一下啊 OK 这边呢 基本上已经是 我们目前最前战力的 实际上还是子弹多好了 什么华丽胡哨的 可能还需要一些组合搭配哦 就是到后期 如果你配方多起来的话 应该还是那些会更加厉害一点 不过前期呢 我觉得还是子弹多好了 我就搞很多这种会设计 诶 这边怎么个事啊 还没有那个吗 还差一个 来 给它抓过去 它就变成这个了 好的 轻轻松松了 这一关搞定了吗 搞定了 我看看有没有解锁什么东西啊 这 它实际上一关流程还是挺长的 返回看一下 图鉴 嗯 我也不知道 可能要三个都挑战完 我现在要解锁这个超级樱桃射手 我去试试看哦 一个樱桃 两个樱桃炸档 等一下 还需要搞点钱才行啊 前期还不太行咯 如果你不搞钱 先搞点钱啊 OK 一个这个 加一个樱桃炸档 然后再加一个 哎 不行哎 要解锁那个配方才行 可恶 那来试一下高坚果 高坚果它是跳不过来的 哎 这不行 不能放下去啊 这怎么可是啊 要这样子吗 哦 它这样子就变成高坚果了 行吧 它现在也是一个配方哦 直接放在这个坚果上面 它是不能直接放地上的 那行吧 那咱们今天呢 就稍微试玩一下哦 下次我去多解锁一点东西 或者去搞个 全部解锁的存档 来试试看 实际上植物大人间实际有挺多 什么杂交版啊 什么乱七八糟 很多呢 他们很会搞 后期呢 应该是有更多的内容 哎 如果他们把这个换成又原版的贴图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就会更加可爱一点哦 那样子我估计就会玩很久了 那行吧 那咱们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哦 那这些茶气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